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职场Marketplace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的朋友 梦凡 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Terms 叫做保险疗愈师 保险大家听过 疗愈师都是一些身心灵的Terms 但保险疗愈师 实际上究竟是做些什么的 其实都很开心再次来到Ivan的频道 我上一次有这个出出应该是两年多前 都是分享一些关于创业的心得 这次带了一个新的Terms 和大家分享 很简单就是两件事结合在一起 为什么会有这件事 因为自从我转行之后 一直都是做理财的行业 就是做保险 再加上本身我自己一直以来的兴趣方面 都是关于一些身心灵的东西 但到了现在的这个世代 我看到在这个环境之下 其实很多人都需要一些关于情绪 或者心理疗愈的事情 我就将我自己的兴趣的东西 去结合我本业一起去做 但是保险就是一些很讲范图 就是很讲规划的东西 但是身心灵 好像关于你自己的情绪 你过往的一些经历 如何慢慢转化的东西 好像风鸣不相及的 这两件事又怎么可以结合 我想因为现在我自己面对身边的朋友 甚至是客户 我们现在不只是可以帮他们解决一些 他关于财务上规划的问题 而是可能他们本身人生上的一些課体 又或者关于他们情绪 工作上很大的压力 其实现在我自己都习惯 可以将客户陌生到变成朋友也好 其实我们关心不是只关心他的保担 真的会关心他整个人生的生活 为何会在这个世代 或者在众多理财策师中 要去突围而出 又或者真是怎样有我们自己个人的 一个品牌的特性 我觉得都需要加这一件事 刚好时机的问题 因为现在这个疗愈的行业 关于身心灵的事情 其实在这两年都比较多人开始去认识 以前我学身心灵 或者我接触身心灵的时候是18、19年 那时候应该是没有那么多人开放去了解这一方面的事情 还有那时候跟别人分享 别人都会觉得我很不理解我去说些什么 不理解为什么 好像很神化的事情 其实本来不是的 其实是一些比较落地的 因为我们去尊严这一方面 或者我们去自己学习这方面 其实是令到自己想去做一个提升 无论在事业、家庭、财富等等的方面 其实都是想去一个比较实际落地去做一个提升 只不过以前人家的概念上 可能会觉得是一些比较离地好飘的事情 但现在现世代其实是一些会落地的事情 因为它去挟回我本身的兴趣 以及我本身都是想自己可以领域自己已经很好 但后来发觉身边很多人都开放了去认识这件事 刚刚有一个契机可以跟我现在的老师 去真的合作去做这一方面的工作 刚才梦凡你说到 可能帮你客户处理财务上 身心灵上或者情绪方面 那你自己的自身经验又怎样 怎样想当天你对于这个题目会有兴趣呢 我都是关于一些很自身的经历的 我记得我18年、19年的时候 都遇到很多人身上的挫折 即是事业上要转行 我都是同学前公司的时候 真的炒得很不开心 是我畢了业后第一、二份工作 本身很开心 到后来真是很不开心地离场 那时事业很迷茫 第二,那时又遇到 又跟那时的男朋友分手 我有自己很多东西收心埋埋 不知前路茫茫 我又不敢跟家人去分享 那时我就有很多很可怕的念头 很屈结 情绪也开始有很多问题出现 即是你可能在街上自己会哭 他去剪一剪头发 然后发型师就看到我在那里哭 我开始 吓死了 然后完全不敢问我什么事 这个情绪很差 那个地方就是 刚好那时有一个朋友 他已经开始接触了身心灵 他就介绍了一个YouTube的频道给我听 他开始了解什么是原生家庭 带给我们的一些创商 或者一些思维是原生家庭都带给我们 那我就开始去了解 关于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一些课题 他从这一方面开始接触器 那又开始上海 不同的老师的一些课程 就是不同的范畴 我都有去接触学习一下 那一开始的初中 我就是想着我自己可以如何提升 我自己的 就是我想整个人生更顺利 我可以如何去生活得开心一点 情绪我又可以控制得好一点 那一路都没有想过 如何去帮助我身边的人 就是一路觉得去到经历 都是自己帮自己就想 对 都差不多五年了 我每一年都会去上很多不同的课程 就是属我的朋友 知道我就是 持续进修 对 赚钱就是为了去上很多的课程 这样去做 直到今年的契机 就是我又跟我一路做开一些 一对一心理咨询的老师去分享这件事 对我来说 有没有机会都可以进入到这一个工作 或者这个学业 那老师很好 很鼓励我 其实现在你不是那个资格 因为都要考虑很多资格 不要紧 但是可以怎么去一路带着我 还是可以怎么去谈一个合作 去做这一件事 那这样其实是否叫做一个事业上面 一个转化 一个很大的迈进 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很特别大的转变 其实我本业我依然都是很坚守 我要去做 只不过我去加了很多额外的一些价值 或者元素 在我的本业上 令到我可以提供更加多的一些帮助 或者是价值给我身边的朋友 或者客户 同时也是在做我觉得可以帮到人的东西 去到最后 孟凡不如和我们分享一下 近这几年疫情 然后二四年 二三年 经济一样 很多各行各业都觉得 叫苦连天 生意很差 回到外面玩 香港市面又不是那么好 在这么压抑的情况下 你有没有一些一些意见 给大家 怎样保持正能量 怎样可以坚守自己的事业 不要那么开心 不要那么抑郁 我觉得遇到 看来同一个环境 我也是身处这个环境 可能有很多人也是身处这个环境 我觉得每个人的看法 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两年我遇到的挑战都很大 我们本身做开 理财或者保险这个行业 以为可能开关之后 我们的生意都会逢很多 但不是 我本身做开比较多是本地市场 其实对于我们开关之后 对于我的帮助其实没有 可能反而遇到的挑战更加大 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其实就是 我也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 其实在逆境之下 我得到的礼物是最多的 我就想在逆境中 我要去学习的是什么 我要去提升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是痛苦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一直 去自我成长 因为你成长的过程 一定会有一些痛苦的了 只不过我就专注在我可以做到的地方 譬如我现在觉得 对了我没有大陆的市场可以去做 对了 那我就想一下 其实我有什么优势 我可以再做得好一点 譬如我要观察到 我原来疗于这个行业 或者身心理这个行业 都多人开始去认识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结合我的本业 一起去做 我觉得都是那一句 如果你从生意 我以前一直都是喜欢创业的 我都是那句 有危就有机 是的 我在这样的情况之后 我怎么可以找到那一线的生机出来 就是不停地去想办法 我觉得情绪然是有 我都会有情绪很差的时候 只不过我自己怎么去处理我的情绪 让他出来先 再放在情绪上 就去想一些解决方法 就是这样 喂 梦凡 如果有些朋友 想找你这位保险疗疑师 聊聊天 那可以怎么做 都可以透过Ivan去联络我的 是的 当然下次再欢迎 如果有朋友都想去认识 了解多一点 那就欢迎 Ivan有很多 平时我们组织的一些活动 或者一些分享会 都可以在这些分享会里面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那下面也不要论识 下面也有梦凡IG 或者去DM 可以聊聊天 或者下次有机会的时候 可能即场marketplace 或者梦凡 或者其他不同的嘉宾朋友 都会搞不同的工作坊 少少聚会 约组的活动 大家有机会 都可以出来玩一下 聊聊天 在不同嘉宾身上 可以学到更加多 那今次讲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